好,同学们好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这个after in phase 里面啊 复子关系的一个讲解 好,我们先看一下本节课要讲的一个简单的效果 好,我们呢,这个直接的预览一下 好,那么我们大概看两到三遍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有注意的 当我们的这几辆车进来的时候啊 它们都是以相同的速度进来的 好,我们把这个动感模糊的效果呢给它去掉 你看,它们都是以相同的速度进来的 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啊 它是怎么样去做出来的呢 好,这就是我们本节课要讲的 大家请看到在这里面我们有一个负极 你看其他的都是子极哦 那么这个效果怎么样去做呢 好,我们接下来呢,从零开始 好,我们呢,这是直接的把这个文件呢 给它关掉,直接给它关掉 好,把这个呢,也给它关掉 不去做任何的保存 好,这是一点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先跟大家说的是 我们这个啊,与After Effects啊 同一个公司出品的另外一个软件啊 那么这是我们After Effects它是做特效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课程中呢 我们还会用的两个 一个是Adobe Illustrator 一个是Adobe Photoshop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是用一个始量软件呢 把这个图片呢,分成啊 大家请记住啊 每一个画面,背景层是背景层 然后呢,一个车为一层 一定要去记住进行分成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因为老师已经做好了 就不需要大家去做这个工作了 好,最后不要忘记去进行保存啊 一定要保存啊好,那这个时候这个呢 我们就把它放一边啊 接下来重点是要回到我们的这个面啊 After Effects这个软件里面来 好,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呢,直接的呢 在这个地方 好,文件里面有一个新建 我们新建一个项目 新建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呢 要与我们AI里面绘制的时候啊 请注意了 你看我们这个AI里面绘制的时候 我们绘制的就是720576的啊 720576的一个帕制式的这样子的一个画面 好,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回到我们的A也是一样的啊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去新建合成啊 新建一个合成 新建一个合成在这里面叫做帕式dv 对不对 帕式dv方形像素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的话我们用在电脑上 不是屏幕上对不对啊 帕式dv啊 那么这时候 有人说老师他为什么是788576 不是720576呢啊 因为在这里面他有一个像素宽高比的问题 对不对啊 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呢 直接的呢 确定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不需要你多管啊 好,与此同时我们把我们的素材放进来 直接的呢 在我们这里面找到导入文件就可以了 导入文件就可以了 好,这时候直接的把我们的那个 就说我们在AI里面制作的这个素材啊 导入进来 但导入进来的时候他有两个选项 一个是素材 一个是合成 那么这个合成呢 他就是分成的 而素材呢 就是单个图层 比如说我们来看 他是不是就是单个层的啊 好,我们这时候双击这个地方 我们再次导入 哎,如果你以合成的方式去进行导入 哎,不好意思 你看它是分图层的啊 一个一个的图层都是分开来去 进行一个调整的 那这时候我们把分好的图层 直接的啊 按Shift键选中 按Shift键选中 啊,选中了之后 直接扔到我们的这个画面里面来 直接扔到我们的画面里面来就可以了 好,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首先第一点要做的呢 就是把这个背景啊 放到最下面来 对不对 哎,放到最下面来 好,与此同时呢 其他的呢 我们把背景大小呢 也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变换或者调整 当然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最好的就是按等比说放 按一下S键 或者你在这个地方点三角 变化 对不对 把缩放的这个属性啊 哎,比如说默认的 我们都调为100% 好,那这时候该锁定的给它怎么样 锁定 那你这时候的话 你再去进行调整的时候啊 它就是等比缩放的 我们也希望它是一个等比缩放的一个形 形状 对不对 好,那这时候把背景给它锁定了 那就可以了 好,这时候我们的眼睛呢 打开或者关闭 嗯 好,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一个工作呢 就是你尽量的把这几个对象啊 有顺序的 有规划的 这个呢 放到一边来 尽量给他们的位置呢 保持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嗯 好,那这时候呢 基本上也就比较好了 也就比较好 好,那么按空格键加单击左键 把视图 把视图适当的往上面调一下 那么这时候啊 我们需要这里面的对象啊 同时沿一个方向去运动 那怎么办 那么通常我们所用的一个方式呢 呃,就是右肌 在这里面有一个新建一个空对象 空对象呢 它是没有任何颜色或者透明度的 它就是一个负极 相当于啊 直接我们新建一个空对象 那么这个空对象 它也是有基本属性的啊 平移宣传缩放不透明度 这几个属性它都有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在做动画的时候 你看 它的中心点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啊 那么这时候我们怎么做 直接的在这个地方点击位置属性啊 点击位置属性 我们把起始的位置把它放出去啊 把起始的位置放到比较靠后的一个位置 啊 结束的位置呢 大概在呃 两秒钟左右啊 大概在两秒钟左右 我们呢 在这个整个的画面里面 我们两秒钟 执行完这个动画 嗯 好 接下来呢 出画面 接下来这个整个的出画面就可以了 动画做完了之后啊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按shift键 把车一到车五同时选中 并且在任意一个这边有一个什么样 箭头啊 这箭头拖到 拖给空一啊 拖给空一啊 好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哎 那么其实他们的位置啊 是这样子的 来看看 哎 但是这时候两秒钟并没有出画面 看到没有啊 所以这时候继续展开空一啊 把我们的呢 这个 这个下面的呢 视图稍微的收放多一点 你看在这个地方还是要回到最后的一个关键帧啊 啊 把这个呢 位置稍微的移动的多一点 哎 确保它是出画面的 好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呢 整个的呢 案例呢 基本上呢 已经完成了一小半了 好 但是请记住 目前这个视频的画面有30秒之多 而我们只需要两三秒就够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呢 在这个地方输入一个300 你如果没有办法很确定的输入300就是三秒钟 好 在这个地方呢 直接的把我们这个呢 按一下键盘上的N键 就是end 按一下N键 好 那这时候呢 就是只只截取到这一段时间 只渲染这一段时间啊 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来播放一下 好 但是呢 这时候呢 这个动感呢 不是很强 对不对 好 那这时候怎么办 嗯 好 我们在这里面呢 把所有的动感模糊都点开 啊 这是所有的动感模糊 但是啊 这个时候即使你开了 你只是开了涂层的动感模糊 你只是把涂层的动感模糊开了 但是我们同时要控制整个 Comp啊 也就是整个合成的动感模糊 你也要激活他 所以这时候我们再去进行调整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 哎 这小车呢 就飞快的过来了 哎 那这个动作还不错 对不对 还不错 好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希望他飞的呢 再快一点 好 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位置 我们把时间再压缩的短一点 时间短的情况下 他速度是不是就快了呀 相同的路程时间越短 他运动的一块 我们来再来看一看 嗯 好 这时候的话 这个速度我们就能接受了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把我们刚刚做的音效 直接的双击 双击这个地方 鸣笛的音效给他放进来 好 直接放到我们的画面的最下面 嗯 好 那么这时候的话 我们要适当的呢 把这个的音乐做一些偏移 好 与此同时我们来听一下声音 哎 那么这时候整个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好 最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啊 只需要截取三秒的 其他的多余的有点多 我们右击啊 这个这个将合成修剪至工作区域 那么这时候你看到的一个画面呢 就是三秒钟的画面 能看到吧 好 最后呢 我们要把这三秒钟左右的一个简单的小画面 给他渲染出来 所以这时候合成 对不对 啊 然后找到我们的这一个 呃 添加到渲染对裂 或者呢 你是直接的这个去进行合成 都没问题啊 我们这时候添加到渲染对裂 好 在这里面的话 要做几个简单的小设置 那么这时候啊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在这里面 啊 把我们的无损点开 啊 把我们的无损点开 点开到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 呃 H264 对吧 如果在这个地方有个quick time 不要用animation的压缩方式啊 选择quick time quick time 这里面有一个格式 啊 格式里面有一个264的解码 啊 H264的解码 啊 解码方式用H264就可以了 好 那这时候去确定一下 好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 音频呢 当然要自动 是不是吧 如果你是老版本的 一定要注意这个选项啊 一定要注意这个选项 啊 这时候去确定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去渲染一下 当然你输出的目录啊 啊 我建议你也指定一下啊 我们就指定到比如说复制关系 这个里面啊 这就是我们的三秒 好 明迪 视频 对不对 名迪的啊 那这时候视频 那么这时候直接的呢 去进行ıld素 好 点击一下渲染 好 那么这个呢 应该是非常快的啊 好 听到动了一下 我们这时候回到我们的这一个 三秒名月视频 我们的利用我们的倒 quick time去进行播放 当然啊如果你这时候我们之前也讲了 你一定要先去安装QuickTime的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小的效果 好整个效果呢应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 好那么本节课呢关于这个父子关系的讲解呢 我们就跟大家说到这个地方 非常感谢大家的学习